大家好,这里是佛之人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接下来三天,必须看虎兔马,注意钱财,生肖虎 接下来的三天,属虎朋友,运势中印新旺叶 西方贵人道,财运偏东南,属虎朋友必有钱财收获 这三天内核心临门,人员财运大畅丰收 财库会有增加,钱财收入有大提升 满身财气旺的属虎朋友,也将迎来偏财运 这期间可能大有收获,富贵逼人来 正财方面也是有好消息,求财不可守 最利经商自营之人,如果有投资的,近来可收获不少 财库生时大,富贵满脸,其他方面都无大碍 生肖兔,接下来的三天,属兔朋友 财望东北方,多向这方向走 可主望财运,钱财事宜都可在这方向 有更好的机遇 另外命中有关心互财 运势方面能得到良好的机缘 生计处处 新的一周,事业上有新转机 是发展的好预兆 正面收入不友好消息 至于财运方面,这三天期间财运极佳 利财利业,正财偏财都有进展 尤其在偏财运方面,往东南方 买彩票可享助方向祈福 中奖机会很高,可别错过了 生肖满,洋洋的意的属马朋友 接下来的三天,运逢吉兴与财兴 整体运势出现顺畅的状态 命中也有吉祥的大方向财兴 要多注意钱财上赚钱之事宜 别错过这钱财进账的机会 运势好带动了数码朋友的财运 霉运消散引来财心 正财偏财及时到 惊喜连连 大有大财临身的好趋势 随时发财 感情好 家宅旺 福报围绕 繁心是远离 健康也无忧 新的一周将顺顺利利 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裁员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 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生肖狗 一定要珍惜这个人 他将会是你这一生的活财神 生肖狗 一定要珍惜这个人 他将是你这一生的活财神 到了九月份 属狗人的财运大旺 得金窥 即兴观照 事业发展 富贵可期 正财任上涨 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 获财 虽然九月份 属狗人会比较忙碌 但只要心情付出 定会有丰厚的回报 其次月干正硬 透出动 而生碎干 比肩 多主导谋事宜的贵人相助 多利于签约 或是生殖加薪 生肖狗的贵人属相 生肖兔 生肖虎 生肖马 属兔人能给属狗人 带来财运方面的好消息 属马人是属狗人的事业贵人 属虎人可为属狗人增添福气 生肖狗的克星属相 生肖龙 生肖鸡 属狗人与属龙人相冲 与属鸡人相害 2023年 属狗人最好避免于属龙人 属鸡人来往 属狗人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人 他们愿意付出自己的努力 但是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 属狗人却遇到了非常多的坦坷 虽然属狗人一直坚持住 不放弃 但是在面临一次 又一次的失败之后 属狗人会灰心丧气 狗年出生的人 具有忠于主人的特性 对工作很投入 不会轻言跳槽 如果不是主管 则在工作上 会充分发挥实力以上的表现 让主管也有光彩 尤其是在年轻时期 能顺利表现 服从上子 就会伸受其重 是很好的工作伙伴 狗的人在工作方面得心应手 财运丰富多彩 还会继续再次有财神相伴 正财运势不断提升 此外正财好运气猛增 因而平常礼为人处事 大部分是率真正直 行为随心所欲 没有过多的拘束 他们挺心端正 热情待人 朋友多多 也爱帮助他人 他们的财富 却好得像奔腾不息海洋 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强 他们对钱财冲动并不大 把钱作为身外物 可是贪看待工作中 的却是积极主动勤奋 切切实实一心扑在上面 属狗的人工作中青云直上 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财路当然进家门 对境机遇 不光义务上如虎添翼 外财也是层层叠叠 终将手气使无前例的好 事业更光阔 生财更富裕 属狗的人正财迅速增长 更是有不少横财出现 意外的收获让属狗的人 十分开心 多多把握 横财不断 开心不断 随住年龄的增长 让他们拓宽了吃食面 也学会了为人处事的道理 因此可以面对复杂的社会 在贵人的帮助下 事业有成 裁员广进 老来不缺钱花 属狗的人在大半生 都处于不富裕 并且困难重重之中 卖过这道坎今后就尽是享乐 属狗人的金钱运势 一直处于半温半火状态 本身因为这段时间的作业 运势不算太火 特别是横财和偏财方面 都有望超过正财 不过需要把握机会 主动出击才行 属狗人运势 往往会有较大的波动 但也不必过于担心 从好的方面来看 本年适合举行喜事 命理上有意习党三灾说法 晚年齐命过 有德系大吉星护身 财运旺盛 更得善报 家门兴隆 儿女友成 毕生享尽 人间福瑞 属狗的人工作上 面临的压力巨大 常有小人当道 今年虽有晋升良机 同时亦会遭遇巨大挫折 和多方面的掣肘 需要比以往能强大的抗压能力 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其中降星是今年最大的吉星 这颗吉星能一定程度 影响住今年的事业 使得工作上减少阻碍 如果是经商人士 会有不少机遇出现 有很多合作机会摆在你眼前 财运比较低迷 今年的花销会比较大 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甚至需要向别人借贷 今年一定要合理运用钱财 要合理地进行花销 不要买一些太过贵重 而没有太多用处的物品 属狗人运势脾机太来 有财心入库 财运红丝火 横财滚滚来 钱财无忧 事业上也有不错的运势 只要肯努力和付出 职位高升 收入只会提升 不会下降 让人羡慕不已 田宅公恰巧得岁价 小天刚吉星照耀 有机会摆脱早前镇子 整体运势平平 囊中羞涩的情况 待机缘一到 运势如虹 属狗的人要注意一下身边的人 今年除了吉星也有凶星入主 要小心小人 多留些心念 不然可能会让 原本的好运变坏 拿摩大慈大悲 观使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 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 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打愿就可以实现